中國北方暴雪城災 人凍江街頭 禽畜凍死640萬 重慶的士集體罷工 中共封鎖消息 陸中傳媒結束 專家解釋習近平下一步動向 孫力軍被正式逮捕 一場政治風暴逼近香港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3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再提提大家新的頻道 時事軍事夏洛山 主持人夏洛山 曾經從事過十幾年的軍隊教學 和技術管理工作 如果你對軍事有興趣的話 訂閱連結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找到 中國北方自6日起普降大雪 氣溫罩降 近日暴雪成災 遼寧省通報約有640萬禽畜被凍死 還罕見地出現人被凍僵在街頭的奇觀 遼寧省7日至9日出現特大暴雪 雨雪冰凍寒 暴流大風的天氣 全省62個國家氣象觀察站裡 有39個出現特大暴雪 而且伴有最高11級震風 短時間內降溫達16度 近半數觀察站的降雪量 雪深創下歷史新高 其中以省會審陽為最高 當地政府將這次雪災定為一級補雪災害 屬於最嚴重級別 官方說直至10日下午4時 全省受災養殖場11,600萬戶 倒塌禽速社和附屬設施面積676.16萬平方米 死亡加禽加速640萬5千隻 不過在官媒的報導中 基本沒有提及雪災中居民建築倒塌等百姓困境 11月9日黑龍江省大慶市臨甸園 室內暖氣溫度不達標 居民聚集政府門前維權 被警察野蠻維穩 8日內蒙古通遼市官方曾通報 當地雪災導致5609人受災一人死亡 在社交傳媒上 大量影片和照片顯示東北雪災的慘狀 很多地區覆蓋後後的積雪 如不清理道路根本沒有法治出門 居民在雪堆裡奮力開闢一條行道 遼寧出現有人被凍僵在街頭的場景 瀋陽市多處建築被後後的積雪 壓到倒塌 有軌電車被困 乘客一起試圖推動電車 但電車屍毫不動 因為積雪導致部分城市交通中斷 市民要行路上班 此外還有車棚、加油站、二手車行、 學校頂樓被積雪壓到倒塌 除了擒速棚 也有很多蔬菜大棚倒塌 農民遭受損失 這次東北雪災部分地區除了暴雪外 中同時伴有凍雨 加重了災情 在哈爾濱先下雪 然後又下雨 凍雨將降落的雪層迅速營結成冰 屋簽、電線、路牌上都是冰柱 軌道和路面上就有口口的冰層 造成了清理困難 11月12日 重慶市區幾千架的士集體停運罷工的影片 在網上廣傳 有的士司機說 最近他們已經兩次大規模罷工 原因是營運狀況太差 要求公司降低收費金額 重慶的士司機楊先生12日 告訴新唐人 由於營運狀況不好 1日至11日 當地的士司機已經兩次罷工 大家都在行動 也把營運金額用照片 當時傳上來 傳到微信 大家講事實 舉那個實證 來證明營運狀況 很不好很差 就要求公司降營運 叫那個賣賣費 11月12日 Twitter上多段影片顯示 大概有幾千架的士 在重慶市區浩浩蕩蕩地緩慢行駛 還有大批的士開著車燈 暫停在城區馬路中央 塞死了整條馬路 並造成觀音橋交通癱瘓 還有一段影片顯示 大量的的士在市區馬路上急速行駛 影片裏面一名女生說 全部都是吉車 他們都不拉客 然後在這裡環島 其中一輛的士裡的屏幕 顯示的時間是11日晚上8點半左右 重慶市民張先生 告訴新唐人 的士司機11日傍晚罷工 晚上8點半 當局要求他們必須撤離 經營了很多年了 他現在其餐搶他的業務 他可能是會留意過利益 另外有網友解釋 罷工還有另一個原因 疫情期間 的士司機兩人輪班 平均每天賺520元 大公司收370元車租 加上火食費 加氣費 司機賺不到錢 政府要求的士公司 免除11月1日到16日的租金 的士公司不同意 引發司機上街罷工 目前有關重慶的士罷工的影片 在海外網上流傳 但中共封鎖了這個消息 中共六中全會結束 正式通過中共黨史上的 第三份歷史決議 傳媒普遍報導認為 發該決議為鞏固習近平的地位 實現他連任奠定基本 習近平下一步 在應對內政和外部的挑戰 有什麼動向 以及優先項目受到關注 在六中全會期間 中共黨媒一篇評論文章 思路習近平當前面臨的主要內憂 11月8日 人民日報頭版評論說 黨在新形勢下面臨很多嚴峻挑戰 並引述習近平的話 指稱腐敗問題越演越烈 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反腐敗 沒有鐵帽子王 這篇評論直言習近平意識到政權危機 同時間接點名剛派大員曾慶紅 透露習近平最大的內憂是政治鬥爭 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 將習近平和剛派的爭鬥半公開化 也意味著 習江鬥將會進入家時賽 可能會進一步激發升級 對於習近平的外部挑戰 美國情報部門 以及中共內部放風都顯示 台灣問題對習近平而言 目前是他能夠變為歷史公職的唯一事項 習近平很可能挺而走險 要實現他的所謂統一大業 那麼在收拾政敵和攻打台灣兩個事項中 習近平將會優先哪一個呢 台灣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有談認為 習近平最優先的目標是內部鬥爭 他認為內政外交聯動之下 隨時可能激發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 對習近平而言 政治鬥爭遠遠大於經濟 大於民生 亦超過外部的挑戰 不過女澳法學家袁鴻斌曾經對大紀元表示 他認為台海戰爭一觸即發 中共六中全會 構定習近平是毛澤東第二的黨內地位 習近平就有著安全感 他會以這樣的地位發動台海作戰 時事評論員唐澳則認為 六中全會公布顯示 習近平為謀求連任 再次和對手妥協 歧視仍然岌岌可危 唐澳說 習近平在六中全會上為自己樹立的地位越高 統一大業對他的誘惑力就越大 唯一的問題是 過往教訓令習清楚見到 江派的妥協並不可信 所以他當前的首要目標應該是解決內鬥 謀求連任 值得一提的是 19屆六中全會公布只有一次提到台灣問題 用語是堅決反對台獨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兼公安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 孫力軍11月5日被正式逮捕 去年4月 孫力軍落馬後 習近平當局的清洗行動 很快波及到 與他有過密切接觸的廣東政法系統 孫岸是否波及香港 備受關注 孫力軍從2016年12月開始兼任公安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 直到2020年4月落馬 而港澳台事務辦公室是中共公安系統 與香港警察系統對接的部門 孫力軍實際是公安系統內針對香港維穩工作的負責人 他在2017年12月同時任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簽署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關於就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或刑事檢控等情況 相互通報機制的安排 就兩地居民在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或提出刑事檢控的情況及非性常死亡的個案 進行互相通報 2019年爆發反送中運動的下半年 香港激增多宗、海上浮屍、死屍墮樓等離期死亡案件 大量同類案件在反送中運動前及結束後都沒有出現過 令人懷疑眾多案件背後 與中共試圖以這種方法恐嚇香港人有關 香港大紀元記者日前通過電子郵件 就以下幾個問題向香港警方質詢 1.從2019年5月到2020年4月間 香港警務處是否需要聽從時任公安部 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孫力軍的指令 2.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是否需要就香港事務直接向孫力軍報告 3.孫力軍被正式逮捕對香港警方及保安系統有什麼影響 香港保安局及警務處並未明確回答上述的問題 只是表示根據2017年12月簽署的中央港府兩地通報規定 自2018年2月到今年10月 大概2,300多名香港人在中國大陸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孫力軍案之後習近平當局在警察系統內部進行人人過關 消除孫力軍的影響力 是否波及香港自然是一個關注焦點 日前特首林鄭月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的首部 都在近期有個不同程度的受傷 有風水學家對傳媒表示這是不好的信號 旅美中國問題專家桂達對大紀元表示 現在的香港政治局勢遇同暴風雨來臨前的直證 他強調孫力軍只是前台的一個小角色 他不是習近平最後的目標 目前受孫案影響 對警察系統的清洗行動已經橫掃香港的近輪廣東 那是孫力軍插手香港維穩工作的前緣 而近年來廣東和香港已形成維穩一體化模式 事實上香港人左右懷疑 中共將廣東作為維穩香港的基地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港師 呂炳權2019年3月12日 在《明報》撰文表示 廣東龐大的維穩經費與香港有關 呂炳權說香港主要部分的維穩費 多年都來自廣東的深圳 廣州 甚至珠海等各地的情報 國保 國安 軍方和研究人員 多年來以各種名目 前來香港搜集各方面的情報 甚至行動 令維穩費不斷坐大 《大紀元》得到的消息說 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期間 孫力軍曾在貼著香港的深圳市 相關指揮中心設立辦公室 親自指揮針對港人的維穩工作 孫力軍落馬之後 中共的內部清洗行動 很快波及到 與他有密切接觸的廣東政法系統 2020年孫力軍落馬當月的4月 習近平派系成員 公安局特勤局副局長王志忠 立即被空降到廣東省公安廳任廳長 原廳長李春生卸任 從今年年初開始 隨著孫力軍案進入深入調查階段 廣東省政法系統內的一些高官相繼落馬 包括前後兩任省政法委副書記江佳欽和陳文敏 省公安廳原副廳長何廣平 省司法廳原副廳長張榮輝 省公安廳經政局袁政委龍水波 山美市前政法委書記鄭佳 雲浮市政法委書記黃天生 和廣東警官學院副院長范秀廖 與此同時 今年3月空降廣東任省紀委書記的宋福龍 同樣是習近平派系的人 他剛到任2個月 廣東省紀委就宣布對現任省政法委副書記江佳欽進行調查 桂達認為習近平大力度清洗廣東公安系統 是急於從江派手上真正將香港的掌控權拿到手上 桂達說中共對香港的掌控實際是執行特務治港政策 曾慶紅曾經是中共特務系統的總管 由於特務職業的特殊性 曾慶紅仍然可以通過他過去在香港佈置的特務網 來插手香港事務 包括落馬的孫力軍 曾慶紅培植了很多這樣的代理人 習近平當局對香港的影響力 都是局限在表面的香港政府層面 對潛藏的特務系統的控制力很有限 桂達表示 孫力軍過去控制著公安部一局 和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可預料的是 與這兩個部門有關聯的香港機構或個人 將受到或大或小的牽連 畢竟孫力軍涉及的是曾慶紅 針對習近平的政變圖謀 至少是企圖阻擊習近平明年連任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是雪兒 下個禮拜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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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